各位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示范呢 我们怎么利用一个简单的工具 去下载一整个网页里面我们需要的文件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想法呢 因为我最近对于图书馆阅读推动教师的资料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网页 在那里面有各个年度的推动教师的一个教育训练计划 所以呢我想看看说我或许可以先去看看105年度的一些计划 里面或许有些讲义 我按下这个连结之后我发现说 哇资料相当多 那如果按照传统的一个方式 我必须一个一个去点击下载对不对 这样比较花时间 那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我一次把这网页里面 所有有关的文件都下载呢 有的现在我就要来开始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 那首先呢你必须去找到一个东西 你去搜寻列查一下 查一下什么呢 你去查一下Firefox 好 那你会看到Google里面有这资料 我们去点一下这个网址 接着把这个档案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把它存起来 下载完之后你就可以安装起来 那这样你就有一个Firefox的浏览器了 这个浏览器其实蛮有帮助的 所以我建议你也可以把它装起来 那装了这个浏览器之后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了吗 可以很快速的把所有东西下载了吗 还没有再稍等一下 你先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呢还要装一点小东西 在Firefox里面这个小东西叫做附加元件 你可以点进去 那装的附加元件的名字呢相当的直觉 它的名字叫做Dawn下载的意思 D-O-W-N-L-A-N-T-H-E-N 他们O DawnLamO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下载 把它们全部都下载 好我们按一下Enter去查一下 OK这里有 我们把它安装起来 安装起来之后 如果它没有要你重新启动浏览器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用了 回到我们刚刚的网页 我在这里按一下右键 接着我去按这个DawnLamO 你看 那这里我们简单做一下排序 为什么要做排序 就是说我让它同类型的东西排在一起 那我这里有勾 因为我刚刚发现所有的档案 不是PDF就是PPT 那有的是ZIP档 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 这样子是很快的把我要的档案都选起来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落高的 OK没有 那如果没有我们就按开始 开始之后呢你会说 老师那个跑到哪里去了 来你看这里有两个视窗 你点一下 它就开始下载了 下载呢下载到哪里去 下载到你使用者的下载目录去 就是这样子 就下载完了 你看你原本要去按14下 搞不好不止14下的东西 这个只要你安装了Firefox浏览器 再加上Download Mode 它就可以帮你 在几个按键间把所有的东西都下载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也谢谢大家的赞助 我发现今天原本是只要征集30个人 结果超出很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